台湾某周刊报道称 马英九曾密会黑社会人士 并收取政治现金 民进党也趁机出招 对此穷追不舍 马英九回应说 这纯属恶意抹黑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马英九状告民进党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几天民进党发言人 一直揪着一件事情不放 那就是他们一口咬定 马英九在今年的9月10号 密密会见了一位黑社会人物 并且还收了人家的钱 马英九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 日前将民进党提告 说他们是恶意抹黑诬陷 那么民进党为什么会纠缠 这件事情不放 他们真正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台北的演播室 为您请到了台湾的时事评论员 唐湘龙先生做相关的介绍和分析 唐先生您好 商城好 群州央视的观众大家好 其实在台湾的政坛上 政治人物之间互相来控告 也不应该算什么新鲜事了 但是这种做法我们注意到 好像以前是几乎没有发声勾 在马英九的身上 所以我们首先想了解 这一次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马英九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告这个民进党 好 这是很好的问题 当然三个部分 马英九过去确实没有这种的 这种以领导人的身份 去提告的记录 因为陈水扁时代他多次 就是说以领导人身份去控告媒体 控告其他的政治人物 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寒残效应 也引发了非常激烈的抨击 所以马英九在就任之后 他非常注意这些部分 那马英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采取这样的诉讼的手段 一方面选举快要到了 因为这种事情 他不是三天两天讲得清楚的 所以直接以颂指针 希望我采取告诉的方式 没关系 让法院来调查 我们到法院法庭上面去讲清楚 所以未来你有可能看到 马英九必须要出题这件事情 因为他从个人身份提告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选情的胶着的关系 选情的胶着使得大家 对于所有的这种的 有高度政治性的事件 不管是发生在自己 或者对手的身上 一两个百分点之间的变动 都可能影响到 选举之间的结果 这已经是大事大非 大利大害 就非关个人的 就是说这种小院 所以马英九必须要采取一些 一直断然的动作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在当一周刊的报道 上个礼拜三出来了之后 民进党连续几天的时间 透过他的一个 就是说不管是党的系统也好 或者是他竞选总部的系统也好 他不断地对马英九 所进行的质疑 最后几乎都附带 一个挑衅的动作 就是说你来告我呀 你来告我呀 你马英九就来告我 不敢告的话 就是如何如何 好那甚至于连一些 很难听的话都已经讲出来 就说你马英九 你有本事来告我 那是你叫马英九告你的 马英九忍无可忍告你了 这些呢都严重地 踩到了马英九的道德红线 别的大概没有关系 你来告我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